对于明星来说,经常会出席各种公众场合,拍戏拍广告,难免不了会受伤,尤其是女明星,因此她们都会为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买保险,这些保险的金额也各有不同。 林志玲从出道以来都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,因为身为模特的原因,她具有完美的身材,加着衣服漂亮的容颜让所有人为之倾倒。 早年的洛马经历给志玲姐姐带来了不少阴影,因此林志玲也为自己的胸部购买了一千万的巨额保险。 她的许多经典曲目都为人传唱至今,例如,剩下的果实、广岛之恋,等等。 她还曾为某喜发产品代言,厂商为说服她将头发染成红色,从世界各地搜罗了十多款头发染料,逐个先请模特儿做试验,并且为莫文为的头发买下一千万的保险。 林嘉欣,是台湾出道到香港发展的知名演员、歌手。 父亲是香港人,母亲是来自台湾宜兰的台日混血儿,也是电影演员和歌手。 出道以后的林嘉欣以自己漂亮的脸蛋,收获了许多的粉丝,因此也被公司为她的脸蛋投保了一千万。 蔡依林想必大家都知道,作为亚洲舞后人气不用说肯定是非常的高。 2006年的时候,蔡依林在上海演唱会,为了在那次演唱会上表现出最好的状态, 蔡依林每天坚持练舞,直至双腿淤青,最后经纪公司为她的双腿投保五千万新台币,约和人民币一千一百多万。 但是这些都输给了范冰冰,范冰冰以美貌和擅长保养著称, 当年在为宣传电影《万物生长》时尚浙江卫视节目《奔跑霸兄弟》中,思索到平安问题, 节目制造单位为范冰冰投保了巨额保险,光是脸的保险金额就高达一亿元。 看完这些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? 欢迎留言。